就是很愛 摩亭阿 你的時候 鐵不會想吃掉嗎? 累歸累 忙歸忙 偶爾還是要來想 被我兒子教訓說 媽媽你不要裸體做運動好不好 你這樣不甘心 進寶去學校宣傳說 我爸媽都要裸體 不用太宣傳吧 他媽媽都宣傳成這樣 會習慣是什麼? 就是很愛 裸體阿 裸體不算太順吧 算耶 如果在一個第一次來你們公司上班的人 直接在他面前這樣 你覺得算不算是嗎? 那不是福利 那只是我的習慣 你有放送兩點嗎? 有放送兩點 沒有 因為對我而言我就是換衣服很快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那麼快可以接受跟適應 我熟悉的那個 就在我面前這樣 也太突然了吧 愛他穿衣服 我上次我也給你們看 那是手機照 那個是手機照 神秀 神秀 蛤? 大家都看過 然後我就是想說洗澡前再動一動 做那個復健運動 就看他在幹嘛 他在看寶可夢 我就想說阿倫我就順便做一下 被我兒子教訓說 媽媽你不要裸體做運動好不好 我理解 因為他長大了 他對這個事情已經有意識了 跟會介意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金寶 這個是媽媽的習慣 但是呢 這是我的房間 是我非常自在跟放鬆的地方 那我答應你 我不會裸體走出去 但如果你不想看到的話 你就不要跑來我房間這樣 對 那姐夫也會裸體嗎 嗯 所以 那她們在家裡 她在家裡是這樣子的 對啊 就很自然 可是我們從小就這樣阿 靜寶又會跟我們一起洗澡啊 我們一起去泡湯啊 幹嘛什麼 你不擔心靜寶去學校宣傳說 我爸媽都要裸體 不用太宣傳吧 他媽媽都要宣傳成這樣 你裸體的時候 姐夫會想吃掉嗎 我們一天到晚在裸體 其實還好 你說我們有激情嗎 還有激情 還有啦 還是有 還沒一跳 我回答這種問題 累歸累 忙歸忙 我還是要來一下 是不是你勾引湯還是 有時候會稍微提醒她一下 那你們最想好 還有哪個關係 這個好意思說嗎 他有時候很放鬆的時候阿 在飛機上好了 然後他可能在滑手機 他就會開始 在小小的花園裡面 萬有萬有光 我就想說 欸 你其實也算是半個公眾人 他的臉很多人都認出來 竟然還敢這麼大大的臉這樣子 所以這是他的一個壞習慣 對 比如說如果在床上好了 他是睡我右邊嗎 我睡左邊 他會這樣子 然後放在這邊 放在 他只是讓他自油的落在地上 他有一個壞習慣 他就是太愛我 太愛我